从去年开始投资人就能够感受到了热钱融入了市场的魅力 看着台北股市的指数节节高升 不管是不是股民都会热血沸腾 今年第一季本来还在做喷射机的全球股市受到了震荡 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了美国总统拜登所推出的百日新政 American Just Plan 美国就业计划领想市场预期美国经济前景亮眼 使得大笔的资金转向了美国拥抱美元资产 当新兴市场出现波动 美国的投资市场前景被看好的时候 投资人是不是应该要反向思考选择新兴市场 还是前景大多数人都看好的美国市场呢 相较于频频创下新高的股票市场 现在是不是反而就是前景债市的好时机呢 今天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张继闻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是是 还有人在新加坡的NNL新兴市场债券基金的经理胡张建 胡经理 跟大家聊聊天 主持人好 是是是哈喽哈喽您好 好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全球债券市场的投资前景 首先就是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投资债市呢 目前看来这个股市的长期投资是优于这个债券的 而且股市的投资人每天看盘都看得到这个数字的波动 我们看不懂的人其实看颜色也知道到底是涨还是底 但是这个债市对广大的投资人来说是相对陌生的 虽然说我们在2008年因为当初雷曼兄弟造成的金融海啸 使得以这个高收益债为首的债券基金 在台湾可以说是快速的串起 但是在一般台湾人的投资概念里头 大多数人对于债券是非常的不熟悉的相较之下 所以就特别请教张副总 到底投资人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认识债券这项投资的商品呢 副总 好的好的 那我先花点时间跟各位投资人先介绍一下 债券的投资的基本原理 其实是由刚刚宝慧说的 这个债券投资对一般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可能是比较陌生的 因为台湾股市其实是在这个过去到现在一直是蛮热门的 那最近当然台湾股市表现非常的好 所以台湾投资人对于台湾股市的好表现不陌生 可是台湾投资人比较少听到债券市场的表现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债券市场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说今天呢 债券的发行的公司 它需要一笔钱来做资金的运用 它发行了债券 那通常会有一个担保品的概念 就是说这个担保品的话 就是说如果它造成还不出钱来的话 有透过担保品的这个抵押 之后可以做一个偿还 那如果说它还得出钱来的话 一般而言的话 这个债券销售到了时间到了 就会还你本金 那中间的话呢 一般而言是每半年会给你一个利息 所以说它其实跟你投资人 一般人把钱存在银行 固定时间会拿利息的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因为存在银行来讲的话 它的利息会比较低 因为现在全球是低利率 利率比较低 那如果债券来讲的话呢 这里还分很多种不同的债券 一般而言的话呢 信用平等比较高 因为债券会用信用平等来分类 信用平等比较高的债券 通常它的息会比较低一点 配的债券利息比较低一点 信用平等比较低的债券 一般我们俗称的高收益债券 它的 因为它叫高收益嘛 所以它的收益 它的配息率比较高 所以说投资人在选择债券的时候 它的选择性比较多 不像存在银行 它的利息是银行定的 那存 你在投资在债券来讲的话呢 债券的利息 它的配息 赞券利息有很多种 你可以选择 你喜欢高的还是低的 一般而言的话 配息率比较低 它的风险就会比较低 配息率比较高 它的风险比较高 所以说投资人的选择性会比较多 所以 可是您刚刚还讲是 这个平等高的 反而它的利息比较低 是的 因为它的风险性比较小 对 是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我们知道说 这个美国的新冠疫情 在这个高效率的施打疫苗之后 现在已经获得了控制 再加上呢 最近有一个1.9兆的纾困案 已经是过关拨款了 那么现在拜登总统又喊出 要推动2.3兆的美国就业计划 还有他要加码推出1.8兆 美国家庭计划 让美国的经济前景又被看好 因此许多的资金 就纷纷从新兴市场 撤出了转向美元资产 那么我们记得说 这个华尔街日报 在这个4月8号的时候 就报道了一篇 国际金融协会 它叫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数据 它显示今年2月跟3月份 新兴债势出现了 这个所谓资金撤出了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从摩根大通的统计 却可以看到 今年4月份资金 又开始回流到了 这个所谓新兴的债势 所以我们想 现在目前人 远在新加坡的胡仙 您是非常资深的 债券基金经理人 你怎么看 最近这些新兴债势的现状 那么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说 现在还是投资 债券基金的好时机吗 请问胡仙人 好的 的确是在2月份和3月份 我们的确看到 有一些资金 移出了这个市场 这个原因主要是在于 美国国债资金率上升的特别快 有一些投资者比较担心 美国资金率会继续上升 所以说他们短期的 测出了资金 但是到4月份 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我们又看到资金又重新回到这个市场上来 这个原因主要是在于 这个美国资金率已经趋于稳定 大家对美国资金率上升这个问题 已经得到心理上的这个预期 已经得到满足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事情不是很担心 另外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于 我们现在市场上 大家可以看到 全球的债务的话 有13万亿美元 实际上还是在负利率 然后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市场 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这个债券 实际上是负利率 特别是在欧洲的市场 欧洲发达国家 有接近三分之二的政府债券 实际上是负利率 这样就导致很多国际投资者 特别是机构投资者 他们需要寻找高收益的债券 来达到他们的投资组合 所以说一旦市场相对比较稳定 我们看到四月份和现在 又有很多资金继续流向新兴 主权债市场 是 那回先我们知道这个股神 Warren Buffett 他在这个今年二月 他提出了警告 要投资人远离债市 那么原因就是在于说 这个欧美国家 他的这个公债的收益率 殖利率太低了 是不符合一般这个投资的效益的 可是我们也就特别注意到 像您刚刚也讲了 四月份的时候 那个Bloomber 彭博社就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 新兴高收益公司债 它的殖利率是6.1% 那新兴高收益主权债的殖利率 甚至还高达了7.54% 你感觉投资高收益债 不仅是可以获利 而且这个利益真的还不算小 所以特别再请教一下 新加坡的胡仙 您对于投资人来说 如果说想要投资新兴市场的债券 我要怎么样去选择公司债 和这个新兴高收益债权 债账的殖利率这么高 那么是不是它的风险就比较大呢 是的 它投资这个高收益债券 的确是有风险 但是我们觉得 现在风险比一年前 或两年前实际上小很多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于它基本面 我们看到高收益主权在 大概75%的国家 它们是在于原物料的出口国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石油价钱 从去年的20块左右 涨到现在60多块 我们可以看到铜的价钱 从6000多块 现在涨到接近1万块 很多这个新兴高收益国家 实际上它们就是原物料出口国 所以说它们实际上很受益 对这些原物料的价钱上涨 这是基本面一块 第二块是说 很多的这种新兴高收益主权国家 它们实际上得到国际货币基金主持 很大的帮助 在去年到现在 有接大于一半的新兴市场国家 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主持的支持 这样的话 从内部来看和外部来看 两方面来看 它们的这个潜力都是蛮大的 好 那么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是投资债市 好像听起来蛮简单的 不需要像我们投资股市 要做很多的研究 要看很多的资料 搜集 而且这个变动速度很快 所以你要实时更新市场的讯息 可是投资债市 我到底要怎么样来挑选 我们有看到 有不少的专家都说 要选以美元计价的这些债市 比较妥当 为什么呢 这要特别请教张副总 好的 先回答一个问题 其实债券的波动度 一般我们讲的就是波动 会比股票小一些 因为像台股大家都知道 过去很多年的时间 是这个7%的涨跌停板 那现在是10% 也就代表说一天波动可能是10% 可债券来讲的话 一般人也波动不会到这么大 债券的波动 其实一般人也常态性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1%上下 那多的时候可能1% 2% 少的时候不到1% 所以说投资债券的人 一般人是比较 所谓的比较风险趋壁一点点 比较保守的投资人 所以说除了说你自己认为说 股票投资对你来讲 可能对一般投资人来讲 可能好像太扑动了 每天看着涨跌 好像会性情起伏 不定睡不着觉 那可以试试看 债券的投资 或许是比较适合的方法 因为毕竟我刚好提到 债券投资来讲的话 其实跟定存的概念是蛮像的 投资一段的时间 你就可以拿到半年 一般人而言半年 可以拿到一个配息 那如果说今天 透过基金来讲的话 现在很多的共同基金 有设计这个月配息的机制 所以说等于每个月 都会有一个加菜金 所以说这个设计的机制 让投资人 其实有一个稳定的 一个息的收入 那刚刚主持人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投资债券的话 其实他的货币是你来满目的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债券市场是全球性的 那货币是很多的 那我们怎么选择比较好呢 那其实当然我们会建议 投资人可能是选择 比较稳定的货币 那全世界最稳定的货币 当然就是美元 所以说这部分来讲的话 投资在美元计价的 这个所谓的主权债券基金 新市场权债券基金 我们这边会比较推荐 那如果投资是非美元的货币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非美元的货币 譬如说之前 大家可能印象很深刻 譬如说像阿根廷 像土耳其 这些国家都会有一个 所谓的金融风暴 它的货币可能会贬值 那这货币贬值之后呢 它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亏损 所以说这部分来讲的话呢 它会变成说 另外一层面的风险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投资在债券投资人 可能是比较风险 偏好度没那么高的 就是比较保守投资人 既然保守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规避掉 避免掉汇率波动的风险 我们就投资以美元计价的基金 债券基金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安稳的选择 好的 那么既然是投资债券 就是说 你这是借钱给需要的人 是的 那跟我们一般投资股市 那这种概念就是说 其实我是看准对方 是会赚钱的 因此我来投资对方 一起赚钱 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 那么虽然说 现在这个市场的讯息 来告诉我们 有资金大幅流入了 这个新兴的债市 那先前我们之前 也看到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传出了这个财政危机 这样的一个新闻 感觉投资新兴战事的风险 其实也并不低 所以为什么国际资金 还是会持续看好这个战事 这个所谓看好新兴战事呢 特别请胡先生 再为我们做分析 好的 国际资金看好这个战事 主要是还是由于 三个方面的原因 我们总结为三个案 第一个案 是这个recovery 是经济复苏 这是在于基本面 就刚刚我们之前讲到 很多国家实际上 是原物料的出口国 这样的话 在经济方面 他们是更稳定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 recovery 第二个方面 是在于这个技术面 这叫做risk on 正因为经济复苏 更多的国际投资者 希望把资金调配到 有利于风险的资产 这个新兴市场 在实际上就是一个 其中之一 第三个案是叫做rewriting 这在于就基本面 复苏 同时的话 有很多国际资金 涌入这个市场 会导致逆差进一步收债 所以说总结三个案的话 国际资金更多的 现在也亲密 这个新兴市场在 好的 我们知道说 在这么众多的 这些所谓的新兴市场里头 台湾投资人 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亚洲的新兴市场 比如说是中国大陆 还有像是印度等等 那么对于其他的地区 比如说是非洲 还有拉丁美洲 这些地方 我们就感觉太遥远了 会比较陌生 我们注意到说 最近这些所谓新兴国家的 这个债券市场的新闻 其实也不少 那么有的是 有些地区很稳定 有些地区 确实受到了 这个美元走势 走弱 还有这个疫情的影响 的关系 使得这个币值 跟国内整体经济受挫 也让战事就变成了 相对的比较不稳定 因此特别再请教一下 胡先生 像这些地区的战事 在目前还是值得 我们投资吗 如果说投资 你想要勇敢前进 这些战事市场的话 又该特别注意到 哪一些细节 对对 是的 就是说的确有一些国家 对大家来说 的确不是很熟悉 但实际上 另外一方面讲的话 实际上很多国家 虽然大家不是很熟悉 实际上还是蛮有潜力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非洲的国家埃及 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埃及金字塔 可能大家觉得埃及 主要是靠旅游业 但实际上埃及最近发现了 它地中海 最大的一个天然气油田 从绿色环保角的出发的话 实际上以后需求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埃及这个国家 从能源的这个进口国 一下变成能源的出口国 有很多的能源出口收入 且可以帮助他们的财务 这是一个举一个例子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投资的话 一定要注重有没有这个安全网 我们叫做 就是说一旦它本身国家的 这个基本面不能支持它的话 有没有别的资金 可以进来帮助他们 缓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这回我们提到就是说 这个SDR 叫做特别提款权 那这个就是说 在最近的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刚刚批准了 提高6500万亿美元的 这个特别提款权 专门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 渡过难关 特别提款权 我要专门提一下 为什么我们强调它呢 就说这个是我们投资的 特别重要一点 就是说需要一个安全网 一旦有什么特别 没有想到的变动的话 特别提款权可以马上进入 特别提款权有两个 特别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 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来 没有太多附加的条件 大家可以想象 大家需要借钱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马上怎么借到钱 不需要太多条件 这是第一点很重要 第二点是 你不需要急着去还钱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你可以慢慢来 等到经济复苏之后再还钱 所以说这两点的话 是提供一个安全网 就可以帮助很多 我们不太熟悉的 发展中国家 达到能够还钱的这个目的 好的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 这个债券投资人 必定会关注到的 就是通膨以及利率的问题 今年以来 随着全球疫情的趋缓 经济解封之后 恢复成长动能 市场就开始担忧 通膨会蠢蠢欲动 美国十年期的 这个公债殖利率 从不到1% 一度大涨到了1.74% 张副总 那么结果就造成了 债券市场扑动 我们也看到了 许多的新兴市场 国家就开始升息 因此在这边就请教张副总 投资人应该要如何看待 所谓这个通膨跟升息 对于整个债券市场的影响 好的 那我想先强调一点 的确通膨胀是大家都不喜欢的 那当然股市投资人不喜欢 债券投资人更不喜欢 所以说通膨胀的确是会 是造成债券投资一个困扰 一个头痛的问题 不过就美国联组会 就是近代他们的一个看法 联组会的主席 那鲍尔目前讲说 其实在景气复苏的时候 目前来讲 美国的通膨只是暂时的上升 所以联组会其实 并不及得升息 这是一个重点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成为刚刚我们的这个 顾先生提到的 基本上讲的话 的确在今年的二三月份 美国经济重启 开始打疫苗 快速打疫苗之后 美国有物价上升的状况 不过大家都很担心说 领组会会不会提早升息 但是领组会 其实现在表示 就是说升息时间表 还是维持在最快 也是2023年 所以基本上他讲的话 现在升息的压力 其实并不大 因为他们认为说 在景气复苏的一开始 苗头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应该让这个所谓的 经济继续往上扩张 太早贸然升息 比如说美国 美国全世界的经济的龙头 最大经济体 他太早升息的话 会对于经济造成 一个压力跟打击 所以说投资人不用太担心 我们在投资以美元计价 的债券来讲的话 并不用太担心 因为美国现在是 不会那么轻易的 那么快的 就启动升息的这个动作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是 目前国际上 开始有升息动作出来的 是几个欣赏国家 那其实主要的 就是像巴西 像俄罗斯 那像巴西跟俄罗斯 这几个国家 他们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胡先生讲到的 他们都是属于原物料出口国 巴西是全世界 最大的铁矿砂 铁矿砂 铁矿石的出口国 而俄罗斯 全世界仅次于 沙特 沙地阿拉伯的 这个所谓的原油 第二大出口国 那我们都知道 油价大涨 油物料大涨 所以这些国家景气 很热 表现很好 虽然说疫情 这些国家 其实之前还蛮严重的 不过疫情 慢慢控制下来之后 这些国家就看到了 油物料大涨 他们经济很好 很暢旺 所以他们率先升息了 因为他们之前 也是降息 降到历史新低 所以说 这些现场国家升息 对于我们投资人 刚刚提到的 如果你投资当地的债券 可能会比较不利 在巴西或俄罗斯当地债券 当地货币计价的债券 巴西的巴西币 俄罗斯的卢布 去比较不好了 但是我们投资 如果是美元计价的 刚刚前面我们提面 有这个题目有问到 投资人如果投资 美元计价的债券 它是跟美国的率率 比较有关系 那如果美国 没有升息之前的话 美元计价的债券 它就不会受到 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经济投资人的话 投资以美元计价 现时期的美元计价债券 相对是比较安稳 而且美国升息时间表 是在2023年之后 现在才2011年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在缓冲期 相对而言的话 还是比较安稳一些的表弟 是 好 我们也注意到了 最近市场上 有两个债券的讯息 可以说是很多人都在讨论 一个名字呢 是非常的梦幻 叫做坠落天使债 另外一个名字就很直白 叫做绿色债券 这两个对台湾的投资人来说 我想应该是有点陌生了 不是 我们不是太常听到的 能不能请张副总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到底是哪两个债券 它们代表什么意义 那么到底它投资的项目 是什么 还有未来的前景又是如何 好的 先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这两个债券没有错 它的确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名词 其实一般而言 是比较属于法人 机构反而投资的 那这个坠落天使债券呢 英文的原名叫做Foreal Angel 那这个Foreal Angel的定义 其实很清楚 很明确 就是说 今天一家公司 它发行的时候 是属于信用评级比较高 我们一般叫做投资级的债券 那因为遇到一些困难 这个困难可能是像 例如举例来讲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疫情发生了之后 像我们举例 像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邮轮公司 加联华邮轮 它本来投资级债券 它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疫情的关系 它就不能开邮轮 不能够有这个生意的往来 所以它就被降 这个投资级品级就被调降了 降了之后 就从投资级变成了高收益 而这个投资级变高收益 的债券就叫做坠落天使 那既然有坠落也会有上升 等到之后呢 它在被升平上回投资级的时候 就叫做什么 英文叫做Rising Star 那中文我们就发现 明日之星 所以说有这个坠落就有上升 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样子的这个债券来讲的话 它会有一个好的投资契机 为什么 因为它在被降平的时候呢 暂时的落难 它价格会比较 出现一个下跌 会比较低 这个时候如果你勇于买进 一般很多法人 投资法人就会买进 等到它基本变 改变了以后呢 它价格在上升之后 就会有一个资本力的价差 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是很多机构法人投资 这个法人其实很喜欢 投资一个债券标的 好 那第二个呢 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 这个债券名字就很清楚了 叫绿色债券 Green Bond 绿色债券又名气候债券 就是说为了去解决 人类遇到的这个气候环境 假如气候环境变迁投资人 已经台湾投资人 就会赶出了 因为如果大家 这个一两个月前去过日月潭 就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台湾中文部都缺水 因为这不降雨 干旱 因为气候环境的问题呢 近年来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说很多的机构 来讲的话呢 会发行绿色债券 这绿色债券的定义就是说 它发行这个债券的目的 有专款专用 它是为了要去解决 气候环境的问题 而发行的债券 这个部分来讲 是透过这个气候变迁 这个相关的组织去认定的 认定之后 它发行的债券来讲的话呢 是专门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仇到这个资金 不能乱用 绝对不能在别的地方 只用在核定的项目 而这个项目必须要跟 气候环境变迁 改善地球环境变迁 绿能相关的投资 有关系的 是 好我们知道说这个投资 股市的投资 我们可以说是随时就可进可出 但是投资债市呢 除了我们要胜选 进场实际点之外 投资的时间跟金额 是不是跟一般基金的操作 是一样的 投资人可以随便 我选一年或者是三年 我时间到了就要离场 还是说我看到 有崩盘迹象的时候 可以提前解约来降低损失呢 再请教一下张副总 好的 我前面已经提过了 投资债券的思维跟逻辑 跟投资股票不太一样 股票来讲的话 一般人扑洞比较大 债券人员的话 波动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事实上讲的话 投资债券其实是一个 比较可长可久的投资标的 那当然刚刚主持人问到了 是不是随时可以做一个出场 那我们这边建议投资 债券的思维呢 是应该用比较长久的 心态来投资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讲的话 我们都希望投资人赚钱 所以投资投报率 成功率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这边有 推荐一个统计的图表 统计的数据 就是如果以这个 台湾投资人 最喜欢投资的债券 跟高收益债券 这两个债券类别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收益率比较高 配息比较高 这两个债券来讲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统计的分析 过去15年 比较拉比较长期 这个15年 为什么那么久 因为涵盖了 我们都知道 去年新冠肺炎的危机 这是2020年发生的事情 还有2008年发生了 全球的金融海啸 雷曼破产倒闭 这15年就涵盖了 这两个大事件 涵盖了这个之后 我们去做统计 就是如果在15年当中 投资人选择任何一个时间的投入 投资的效果 越长期效果有没有越好 我们这边做个分析 这个图表可以看到 如果你投资一年来讲的话 你的胜率 在新市场债跟高收益债 分别只有82%跟79% 也就是说 你投资有可能只有 八成左右是赚钱的 有两成的机率是赔钱的 可是如果你投资到两年以上 这机率就达到99% 来到了三年来讲的话 基本上投资在高收益债 却百分之百了 投资在新市场债 也接近百分之百 99.3% 所以说 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投资在债券来讲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希望 能够有保本 又有收益 那这个部分 百分之百的胜率的概念 就是保本的概念 所以说 如果你投资到三年以上的话 你不但可以拿到席 拿到这个配席 又可以有百分之百的胜率 也就是保本 这对保守型的 比较稳定或保守型 投资人来讲的话 是一个好的投资选择 所以这边 建议投资人来讲的话 投资债券的心态 思维可以放比较长期 至少来放个三年 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项 好的 有人说 在这个近乎是零利率 甚至是快要负利率的时代 钱只会是越放越薄 如何让手边的小钱 变成大钱 让闲钱帮你钱滚钱 投资人一定要 慎重的来选择 金融投资工具 套具广告 你经常会听到的话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 应该要详阅公开说明书 才能够确保 您的辛苦钱 不会莫名消失不见 今天就非常感谢 野村投信 投资策略部 副总经理张继文 张副总 以及人在新加坡的 NL新兴市场 债券基金的经理 胡张建 胡经理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分析 这么多的投资讯息 以上就是今天的会眼看天下 未来还有更多重要的 国际局势消息 以及背后的内幕角力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同时也欢迎您上 YouTube网站 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红宝慧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